有一个坐标轴格式 坐标轴格式 这一个 我会把它点下去 那这个坐标轴格式点下去之后呢 到右边看一下 第一个 最小值要1 最大值要6 所以最小值啊 就是1 最大值呢 那就是6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它等一下那个图会稍稍的改变一下 主要的刻度呢 是交叉形态 主要的刻度 是交叉形态 那刻度在底下哦 刻度在下面 看一下底下有个刻度 有个刻度的项目 把它点下去 里面有一个主要类型 看里面 主要刻度就是主要类型哦 对着它过来 有哦 点下去哦 你选交叉 交叉的类型 交叉 OK 再来 线条色彩是 实心线条 线条色彩是 实心线条 线条色彩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进到 这个油漆桶 点下去 嗯 线条色彩 在这个油漆桶 它分为填满 跟线条 那我们把这个线条 给点一下 好 线条点下去之后呢 那么它要求就是说 第一个 要实心的线条 实心没有错 这一个 然后呢 它颜色啊 颜色哦 它要求要是 深黄褐色的背景 二 所以你选了实心线条 哦 然后呢 你到色彩 这边找一下 色彩 色彩 这边对过来 点 这边啊 对过来 点下去哦 深黄褐色 就是这个啊 这个 这个 这一排 深黄褐背景 二 叫深 七十五趴 哦 名字那么长 对吧 身上比较不赖 变得了 对啊 来 深黄褐背景 二 叫深 七十五趴 点下去 哦 至于你已经选到那一个了 所以那边那个RGB啊 那其实都不用管它了 哦 它只是怕说 你如果找不到的话 可以一他的RGB下去 配一下这样 然后 然后他的粗度哦 4.5PT 他的粗度啊 宽度啊 4.5 哦 4.5 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这一题就 好了 大功造成 哦 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有一点 很高兴 谢谢 我